2019年3月15日,10点51分,新浪时尚岛屿,2019年3月15日,时尚集团创始人,董事长刘江先生遗体告别仪式,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。 众多名人及刘江亲友,现身告别仪式,并发文悼念。 时尚集团创始人,刘江遗体告别仪式,举行姚晨、徐英等送别苏盲痛哭十六分之一查看。 原图图及摩氏,3月15日,时尚集团创始人,董事长刘江先生遗体告别仪式,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。 姚晨、曲颖、爱戴、梁静、林依伦、吴洛甫、刘江亲属及社会各界民众前往送别。 除了苏盲、曲颖、林依伦、姚晨、吴洛甫等现身的明星之外, 李冰冰、范冰冰、周迅、陈坤、黄晓明、佟大为、一阳千玺、王源、吴磊、段义红、西梦瑶、黄轩、刘亦菲、周冬宇、景博然、谢娜等近百位明星,也都送上了花圈晚联。 表达了对刘江的哀思之情。 今日有多位名人发文悼念,按此苏盲、刘总。 好想再叫你一声,二四年激情燃烧的时尚岁月。 有我的梦想和青春,深深地感谢您。 深深地怀念您,一路走好。 老板苏盲威、博截图AT姚晨,我相信生命的意义在于感知。 人因为精神的辽阔而自由。 刘江姚晨微博截图AT小丽Bazaar,感谢您带我走过最闪耀的世界。 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。 但我们都不擅长告别。 沙小丽微博,时尚巴沙执行出版人,兼主编沙小丽at时尚。 感谢您带我们走过最闪耀的世界。 感谢各位来送刘江先生,最后一程。 刘总一路走好。 时尚集团微博,截图巴沙男士好您陈述。 感谢自己总有梦想。 总在路上,可以大声地炫耀快乐。 把美丽穿在身上。 感谢生活。 作者,时尚集团创始人,董事长,刘江先生。 尊敬的兄长,一路走好陈述,微博截图,在3月9日。 刘江先生,去世当日。 也有多位名人,发文悼念。 胡冰,真的太突然了。 中国时尚界的领航员刘江先生,离开了我们还记得当年老领导任命我,成为巴沙男士,创刊主编。 一路走来一诗一诱。 感谢您对我的信任,和大力帮助,人生无常。 愿哥您一路走好。 在天堂安息胡冰气别胡冰,微博截图刘亦飞。 还记得上次活动时,您熟悉的笑脸,仿佛昨日刘总走好,刘亦飞微博截图。